我們看立體2 這裡有兩個命題 第一個命題是說 如果n平方是2的倍數 那麼n也一定是2的倍數 我們現在用反正法來證 我假設n不是2的倍數的話 那我可以推出n平方也不是2的倍數 那我假設n不是2的倍數 因為我們知道 根據整數的分類 整數我可以分成兩類 一類是奇數 一類是偶數 那偶數是2的倍數 那奇數不是 我就假設n不是2的倍數 那n是整數 但是n不是2的倍數 那n就是奇數了 我假設n是2k加1 那這樣把它平方以後 n平方等於多少 2k加1 這個是奇數 所以是4k 平方加4k加1 這是奇數 我可以抽出2來 這是2k平方 加上2k加1 所以n平方就不是偶數了 那倒過來 如果n不是奇數 不是奇數 則n它也不是奇數 那不是奇數也是偶數 所以這個命理就成立了 第二個 我要利用上面的命題來證明 根納2 是無理數 我一樣用反正 我假設 根納2 它是有理數 如果它是有理數的話 那根納2 一定可以寫成分數的形式 就是a分之b 那ab 它是整數 如果它是有理數的話 那我一定可以寫成最簡分數 一定可以寫成最簡分數 那我假設這兩個負值 這樣就會有什麼結論呢 就會有這個結論 跟它2a的平方 等於b平方 那就2a平方 是等於b平方 所以得到b平方是偶數 那b平方是偶數的話 那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b也是偶數 b也是偶數 那b也是偶數的話 那我可以把它寫成2k 如果是b是偶數的話 那b平方呢 b平方它就是4的倍數 4k平方 那b平方如果是4k的偶數 如果是4的倍數的話 寫成4k平方 那得到什麼結論呢 我2邊除以2 我變成a平方等於2k平方 就得到a平方也是偶數 那a平方有偶數的話 有剛剛得證的性質 我就知道說 a它也是偶數 我就說2h 所以得到什麼結論呢 b跟a兩個都是偶數 所以a跟b不可能負值 那這樣就矛盾了 所以這個根拉2 不可能寫成分數的形式 所以根拉2它是偶數 那這樣就得證了